欢迎来到本期全球私人岛屿系列 上期分享了位于加勒比海格林纳达的Sandy Island 今天再分享一座位于远离格林纳达主岛的私人岛屿Kale Island Kale Island坐落在加勒比海格林纳达北端海岸4英里约6.5公里外 位于著名的隆德岛以南部远处 这里距离国际机场只有15英里约24公里 这座占地约155英亩的私人岛屿地势较高 有一些平缓的山丘 最高海拔约为80英尺约25米 海岸线北部是海滩 东部是黑色火山岩 其他地方则有许多小海湾 岛上大部分地块被绿色茂密的植被覆盖 包括椰子树和一些其他树木 该岛拥有超过半英里的海滨 可以欣赏到热带海域的美丽日出和日落 平静的海湾使得这个僻静的避风港 成为完美的水废潜水和浮潜目的地 也非常适合帆船运动和近海捕鱼 岛上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开发 电力主要通过发电机和太阳能电池板提供 岛上配备了一个用于收集雨水的淡水蓄水池 可储存4万加仑约15.1万升的水 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海水淡化系统 岛上有一些道路便于走路或开车 岛屿西侧还有一些混凝土防波堤 此外岛上还建有4栋度假小屋 可以从这些小屋俯瞰加勒比海 不过由于年久失修 每个小屋都需要不同程度的修复才能使用 Kale Island的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 为新业主提供了充分的机会来展示其对私人天堂的构想 你可以在现有基础上增建豪华酒店 别墅及码头等进一步将其打造成一个完美的豪华海岛度假村 或是私人度假庄园 Kale Island是永久产权私人岛屿 也是该地区最大的代售岛屿之一 该岛目前报价为1800万美金 感兴趣的话 欢迎私信咨询 我们下期见